好了 铁方老师 能帮助我们身体清除自由基的抗氧化食物 我们是找到了 但是今天的排毒菜和排毒水究竟是什么 还没说呢 我发现谁到我们这节目来都有一个习惯就催菜 做什么呢 三黑粥 三黑粥 所以顾名思义吧 食材肯定是三种黑色的食物 没错 是这样的 而且这食材就在这其中 这样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位先生 让可欣来为大家展示这道具有滋音补肾补血 意气作用的三黑粥 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可欣 今天我为您带来的这道菜 其实是一道粥品 它叫什么名字呢 叫三黑粥 它所用到的原料 有黑米 黑豆 黑芝麻 这三种黑色的东西 还有我们提前泡好的糯米 还有少量的核桃仁 还有红糖 下面呢 我就为您操作这道粥品的制作方法 首先我们将锅中加水烧开 现在呢 锅中的水啊已经开了 我们下入黑米 黑豆 糯米 用中火熬煮15分钟 在熬煮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不停的搅动 避免粥啊粘底 现在呢 我们加入核桃仁 根据个人的口味呢 我们加入红糖 再次熬煮10分钟 现在呢 时间到了 我们加入黑芝麻 搅拌均匀 关火 今天的这道三黑粥 就为您制作完成了 我卖下突然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